大家好 18点45哈 这两天明显的我有点这个懈怠了哈 吊儿当当啊 不正经玩活了 是吧 这个消极代工了 是不是 咱们言归正传啊 这个单口相声接着聊啊 这个政治啊 这有一篇文章叫政治就是我中有你 历史就是反复循环啊 这有一个大姐的头像还挺漂亮 是吧 你看这气质没有 民国时期的啊 民国时期的 这个有三个著名的有名的都叫王丹红啊 一个是著名的作曲家 一个是得过梅花奖的戏曲演员 这个是科学时报的记者啊 关于李沛啊 佩戴的佩 李沛的报道 王丹红写了多篇 这一篇非常有趣啊 关于胡宗南通共的问题 几十年来多有文章触及 后三节 后三节指的共产党的情报界的后三节 前三节主要是当年那个钱壮飞他们那些人 钱壮飞李克农他们 后三节叫陈中经熊向辉和申剑都在他身边 都在谁啊 胡宗南身边 而且在几乎暴露的情况下 送熊 送熊向辉出国留学 陕北近战延安后步步失聚 就毛泽东他们从延安逃了 撤了 胡宗南战了之后 打仗几乎就没赢过 今天让人家给灭一个旅 明天让人家灭一个军 是吧 什么刘勘呀 李坤刚啊 是吧 什么清化边呀 盘龙啊 杨马河啊 是吧 你国民党 似乎这共产党有如神柱一般呀 对不对啊 说指挥蛮憨 说白了就跟你傻逼似的 是吧 就老是出错招 昏招 哪有黄埔一气的样子 对不对啊 你不像啊 是不是 如今读大革命以后的这段 国共死拼的历史 多少看通了一个东西 即 这两家本是兄弟 国共吗 都是苏联人搞起来的 对不对 催产婆 血缘 组织方式 以及人事 面上 杀的你死我活 里面 其实是通的 是吧 这个中共一大 一大的党章 是戴季逃你的 戴季逃吗 跟蒋介石关系特别好吗 党国大佬啊 结果共产党的党章 是他给你的 一大的筹备出了大力气的 卖大力气的 出了大力的是 包括少力子 少力子 对吧 也是党国大佬啊 对不对 先帝 做国民党中宣部长的时候 是实职 先帝谁啊 毛泽东 是吧 毛泽东好像是中宣部副部长吧 代理部长 好像部长是汪精卫吧 还有那个 我去台湾 我在台湾还看见毛泽东 每个月在国民党中央领薪水的 那个签字都有 至于周公 周恩来吗 则是两边通吃的大人物 要不 怎么无尺寸之功 便当了黄浦军校政治部主任 他才28岁 他立什么功啊 他是苏联的 苏联情报部门培养出来的高级特务 他是那个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周恩来是共产国际的大特务 这个我听说啊 这个1980年吧 汉城奥运会是哪年 80年还是84年 还是88年 88年吧 88年汉城奥运会的时候 好像听说韩国这个澳组委的一个人 后来呢 中国代表团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好像他偷偷摸摸的也跟着回来了 后来说他是受周恩来领导的 在韩国也都混到上流社会了 我听说啊 这个没证据啊 听说的 孙夫人肯定是与共产党 与共产国际有直接联系的 小潘在几面玩转 也是各方默契 啊 在各方面都玩的转 小潘谁啊 汉年呀 潘汉年同志啊 对吧 还有五虎上将魏力皇 送完了东北 五十年代初期归来 魏力皇啊 就把把沈阳长春都给丢了 锦州 对吧 那个故意的弄一些非常矛盾的 非常错误的 非常昏庸的那个命令 让那廖药香兵团 什么黑山大浦山 对吧 绝对这都是卧底 李宗人晚几年算回来了 李宗人跟他的秘书程思远 是吧 好像从瑞士吧 怎么回来的 还有没回来的 少帅说过 我就是共产党啊 张学良 张学良好像在那个保安还是哪 还是隋德 还是什么地 跟周恩来见面 可能就被秘密发展了 反正是吧 张学良身边的那个谁 原来赵紫阳智囊团 跟赵紫阳关系好 那个书籍处书记 统战部部长叫什么呢 延明复 延明复他爹延宝行 不就周恩来手下的特务吗 但是长期是在张学良身边的 算是个高参啊 早就渗透的不渗透了 来不及回了 胡宗南怕也算一个回不来的 胡宗南 对吧 后来还到那个国军从大陆上失败之后 不是浙江还有几个岛吗 什么周山群岛 大臣岛 一江山岛 那会儿还给他一个好像浙江省政府主席吧 好像他又到浙江那边那个沿海的岛屿 混了一两年吧 最后去的台湾 这个胡宗南的儿子叫胡维珍 就在台湾的外交系统工作 上世纪前一半中的二十年啊 上世纪一九五零年代之前的五十年啊 当中的二十年多是国中有共 就国民党当中有共产党 后一半里的二十年 很有几个共中有国 共产党里边但是又身在曹营心在汉的是吧 傅作义六二年密信给蒋公是有披露的 傅作义又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 表达了后悔忏悔之意 听说还派人去了 去台湾了啊 后来马思聪逃跑的那条路线 马思聪是上海的吧 音乐学院院长吧 是吧还有少奇的子女没跑成的那条路线 刘少奇好像有一个闺女要从缅甸跑出去 但是那天下大雨 然后那个河流洪水啊 山洪爆发下大雨 然后冲来冲去没跑过去 刘少奇的女儿 然后还有玉帅的九一三算怎么回事 玉帅 叫某某玉的啊 什么林玉男好像叫什么 林彪好像叫林玉什么什么啊 然后林彪有个哥哥叫张浩 后来在延安不死了吗 跟毛泽东 毛泽东还给抬棺材啊 听说是蒋公在重庆还接见过林彪啊 他特别喜欢他 林彪黄埔四期吧 九一三 九一三跟国民党有关系吗 这个他有的时候也下鞭子 对不对 后来的刘连坤们就是小毛毛虫了 刘连坤嘛 黑龙江提提哈尔人 少将总后勤部的军械部的部长 不是把这个台海演习 那个导弹是空包弹 泄露出来了 后来李登辉给说出来了 李登辉说安了 就是没事了 放心回家睡觉吧 就大陆一查 就那么一个小范围是知情者 李佩恐怕是胡宗南通共的一条线索 不过李佩本人必不是情报系统中的人 至少不是要人 他只是组织外围利用来做高层统战的一个自己人 这一点陈忠经最清楚 对胡宗南持续施以影响 比拉队伍过来更有意义 有后三杰在身边 胡就是一个获得高层情报 源源不断的来源 而李佩从家庭 身世教养等等 都是胡宗南深以认同的有识之士 何况彼时 胡在个人情感上尚有空隙 缺个老婆 后来好像戴笠给他介绍了一个女特务吧 叫什么什么侠好像我忘了名字了 证明李佩不是特殊系统的 还有他以后的身世 这个科学院对他内部掌控的历史结论 但建国初期外放去争取留学人员 肯定是组织上有安排的 让那些在美国学了东西的回来 中国学不了东西 现在看这个组织系统 恐怕 抱歉 恐怕是筹备中的中科院 中国科学院和国务院外联局 而不是中调部 中调部 中央调查部 后来叫安全部 何况除了郭永怀工作的特殊 李佩本身也从未以隐蔽战线的人士自诩 这是从王丹宏的系列采访中看得出来的 中国当代政治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不领会这个 好多事你就看不懂 刘少奇被打成叛徒的材料 是二十年前高岗整的 在四几年高岗就准备了刘少奇的材料 那么那他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呢 是吧 康生临终揭发 江青是叛徒 江青肯定叛过变 是吧 那没办法 他不叛变就得弄死他 对吧 叛变了就给你放了 董建吴 抚养毛岸英兄弟五年哀整也不说 董建吴在上海 曾经收养过毛岸英三兄弟 后来他给他的前妻离婚了 给他前妻一笔钱 让他抚养三兄弟 后来共产党不是出事了吗 党中央被人破获了 从上海跑到江西之后 没有钱了 他那前妻就不管这仨孩子了 这仨孩子可能就到街上流浪了 我看前几年有人说 说毛岸英毛岸青 这俩不找回来了吗 说这俩不是真正的 毛泽东的那个俩丢的孩子 说这俩是另外一个湖南商人的 后来可能破产了怎么样的 这俩孩子没人管 就在上海流浪 说找回来的不是真的毛岸英毛岸青 还有这个说法啊 李沛与胡宗南长续长信 写很长的信啊 这才是历史啊 是吧 说那些昂首挺胸 口唱高调 套话说 绝非啊 绝非黑即白的 都是表演 那给那些韭菜 给老百姓 看的 你是反农派 你是 其实那高层 还有那个余正生的家族啊 余正生 余强生 是吧 他们家里边 那个余大为 那不是台湾国防部部长吗 那都跟 余大为的儿子 都不是娶了蒋经国的女儿吗 对不对啊 是吧 那些巡回表演 是给脑回路少的人看的 叫做历史的东西 真正是利益 国共谁掌权 也是那一帮人 红二代 蓝二代 对吧 过去啊 很多有钱 有势的 或者看明白的家族 比如说 仨儿子 啊 一个跟日本人走 一个加入共产党 一个跟国军走 反正谁站在上风 我们家不至于被灭门 还能保持荣华富贵 是这意思 当然循环中有上升和前进 也有倒退 这才是读历史 需要误的东西 是吧 我刚才说啊 有三个朋友都被人坑了啊 这个也是实话啊 改天方便说 跟大家聊 不是某组织 就是人 中国人就坏